男人推开犬连门 随之映入眼帘的是一个 妩媚动人的短裙美女 正在挥舞菜刀 用力剁着菜板上的肉 男人不小心弄出声响 美女回头就是一刀 男人迅速躲闪 这才躲过一劫 下一秒 美女认出男人身份 脸上竟露出爱慕之情 男人名叫山哥 此次前来泰国找美女阿凤 是有要事相求 她的女儿小柔来这里旅游 被自己的仇家抓走 希望阿凤能够帮忙寻找 阿凤义不容辞地答应下来 山哥之所以招惹上仇家 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现在的山哥表面看起来 温文尔雅 二十年前 他可是香港九龙化石人 后来因与人火拼 锒铛入狱 谁知怀孕的妻子得知此事 悲痛不已 导致男产早逝 留下女儿在福利院进行抚养 多年后山哥出狱 为了女儿 他决定金盆洗手 从此退出江湖 然而这天 山哥昔日号兄弟 大壮和阿伟 因为运输问题 与当地地头蛇屠夫 爆发冲突 屠夫想让两人替自己运面粉 但大壮和阿伟 也已经退隐江湖 不做违法买卖 所以拒绝了屠夫的请求 没想到 对方竟带人围困他俩 关键时刻 得知消息的山哥 开车杀到 冲进人群之中 救下兄弟二人 其料 屠夫居然不依不饶 举枪驾车追来 双方在公路上展开独命追逐 最后 山哥被逼到悬崖边 眼看无路可退 山哥只好 掉头与屠夫 拼死一搏 屠夫顶住山哥 汽车 猛踩油门 眼瞅着 就要到悬崖边 山哥随即猛打方向 事发突然 没能屠夫反应过来 他就冲下悬崖 当场领了盒饭 山哥几人 则迅速逃离了现场 屠夫的弟弟桑坤 听说哥哥被杀 怒不可遏 是要让凶手付出代价 桑坤也是个狠人 不仅做事心狠手辣 而且还毫无底线 所以等桑坤 一查到山哥几人身份 立马展开报复行动 首先遇害的是阿伟 他被桑坤抓住 活活打死 阿伟消失以后 大壮通过调查发现 是桑坤在复仇 急忙打电话 给山哥说明情况 最后 两人约定在龙王庙见面 商量跑路的事情 没曾想 大壮刚挂断电话 桑坤便找上门 抓住大壮 一顿猛揍 接着 将其摁进水里 开枪打死 另一边 山哥来到龙王庙 发现大壮没来 意识到对方 极有可能出事了 赶紧回家 找小柔 让他收拾行李 先离开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 自从小柔知道母亲 是因为父亲而死后 便对山哥充满怨恨 并且正在叛逆期的他 更加不服从山哥的管教 所以山哥 要他收拾行李 小柔根本没听 居然顺着窗户逃出家 跟自己男朋友 去泰国旅游去了 与此同时 桑坤看到山哥实力不凡 怕自己搞不定出现意外 便决定拿他女儿 作为要挟 就这样 桑坤查出 小柔去了泰国以后 第一时间赶去 他居住的酒店 不费吹灰之力 抓住小柔 男朋友还不知道 什么情况 就被桑坤两枪撂挺 领了盒饭 之后 桑坤用小柔手机 给山哥打去视频电话 限达24小时内 来到自己指定位置救人 山哥挂断电话 来不及耽搁 第一时间赶去 来到泰国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阿凤帮忙 阿凤死前 也是跟随山哥混的 后来 山哥金盆洗手 他也就跟着退出了 其实 阿凤喜欢山哥 只是那时候 山哥已经有老婆了 不能接受阿凤的爱意 山哥来找阿凤帮忙 他表现得有些为难 毕竟此时的阿凤 也不想卷入江湖恩怨当中 他思索再三 还是决定暗地帮一下山哥 当天晚上 山哥来到指定码头 与桑坤见面 对方拿小柔性命 相要挟控制住山哥 没想到 到这个时候 桑坤居然不守信用 当着山哥的面 把小柔卖给了 泰国当地的人贩子 山哥怒了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把人带走 这时 桑坤让手下放开山哥 自己则开车 准备撞死他 关键时刻 阿凤开车杀出 撞飞桑坤 然后接上山哥 在枪林弹雨间逃窜 桑坤紧追不舍 甚至掏枪进行扫射 山哥一看这么下去 汽车早晚得报废 好在这时 他看到阿凤后备箱 又没气惯 果断扔了下去 正好被子弹击中 瞬间发生爆炸 桑坤躲闪不及 汽车被炸飞 好在人没事 从车里爬了出来 桑坤并没有去追 而是打算把小柔弄回来 逃脱以后 山哥跟阿凤说明情况 在他的帮助下 山哥来到郊外一处 有专人把守的废弃厂房 据阿凤所讲 这里是泰国最大人贩子 巴玉的基地 不管桑坤把人 卖给哪个人贩子 最终都会到这里来 避免阿凤受到牵连 山哥拿走 他齐前备好的武器 独自杀了进去 一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干爬一众小喽啰 山哥冲进电梯 在狭小的空间里 与几名人贩厮杀 颇有种电梯战神的风采 电梯门开启 山哥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 随后 山哥挟持一名小弟 逼问巴玉下落 得知对方出门送货了 山哥来到关押女孩的牢房 一番寻找并没有发现小柔 但还是从现场女孩们口中得知 小柔可能被送去 余奴岛摘取器官了 那里是金先生的地盘 所谓的金先生 就是无物不作的大毒枭 为人心狠手辣 战倒为王 他不仅贩毒 而且还从事军火 以及器官买卖 简单来说 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了解完情况 山哥打算带着女孩们逃出这里 没想到竟遇到桑坤 原来他也查到小柔被卖到这里 特意赶来寻找 这下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二话没说 两人打了起来 桑坤手握斧头披来 山哥则顺手抡起钢管 进行格打 不料 一时大意被划伤手臂 山哥不惧伤痛 起身还击 就在双方打得热火朝天之时 巴玉回来了 手下小弟看到他们 抬头就是一喷子 山哥好汉不吃眼前亏 找准时机 跑进房间 锁上铁门 夺创而逃 留下来的桑坤 恼羞成怒 举着斧头 一个劲地砍门 最终 被巴玉手下一枪托砸晕 逃出来的山哥 来到阿凤家 包扎伤口 并让他想办法 把自己送上 鱼奴岛 阿凤一听 鱼奴岛 表情有些凝重 他知道那个地方的危险性 想让山哥报警 等警察处理 但此时 旧女心切的山哥 依然顾不上危险 执意要上岛 他怕去晚了 女儿会发生危险 见山哥态度坚决 阿凤也不便多说什么 只能答应下来 与此同时 醒来的桑坤 遭到巴玉逼温 来这里的目的 起初巴玉仗着自己人多 对着桑坤 嚣张跋扈 完全不知道眼前之人 是个狠角色 下一秒 桑坤挣脱手上束缚 迅速出手 片刻间 巴玉现场 所有小弟都被打趴在地 巴玉顿时被吓尿了 随后 桑坤询问小柔下落 得到了鱼奴岛这个名字 接着桑坤让巴玉 帮他准备武器 同时把自己送上岛 此刻 山哥已经乘坐渔船 登上鱼奴岛 为了能够找到小柔 山哥故意伪装成难民 被金先生手下 抓回大本营 果然在营地门口 看到被拉出去 摘取器官的小柔 山哥看到以后 二环没说 立即出手 打倒身边守卫 接着 抢了一辆车 追了上去 很快 金先生手下 驾驶皮卡战车 也追了上来 开始对山哥 围追堵截 黄乱中 山哥跟丢目标 却意外遇到了 刚上岛的桑坤 对方一见到山哥 立马掏出现弹枪 朝着他 就是几喷子 打得山哥 只能被迫 挂上倒挡 撤离 但可惜 身后也被金先生手下 堵住 现在的山哥 背负受敌 无奈 他只能一脚油门 冲出包围 然后下车 进行反击 奈何金先生手下 火力太猛 直接把山哥 打得不敢露头 并且还受了枪伤 这时 桑坤从远处驶来 先是几个手雷 干掉手下 然后便开车 朝着山哥而去 山哥见识不妙 急忙跑进丛林中躲避 不料 半路上遇到阿峰 原来他不放心山哥 还是决定上岛来帮忙 之后两人朝着小如 被带走的方向 搜索 期间 他们还抢了一辆面包车 桑坤因为迟迟找不到山哥下落 直冲金先生老窝 只见他拿着两个手榴弹 就走进屋里 在手榴弹的威胁下 所有人都被震慑住 就连金先生也不例外 桑坤把手榴弹扔到桌子上 逼问出了小如的下落 整了半天 金先生也是怂包一个 见到凶狠的桑坤 直接就是双打的茄子 拈了 山哥经过一番寻找 没有能找到小如 索性 他带着阿凤 一路横冲直撞 杀进金先生驻地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很快 桑坤听到动静 出来拦截 为了掩护山哥 顺利找到金先生 阿凤开车撞了过去 桑坤抬起AK 一顿风扫 却被阿凤低头躲过 眼看面包车 就要来到眼前 桑坤随即一跃而起 撞破前挡风玻璃 来到面包车内 接着便与阿凤 在狭小的车厢里 缠斗了起来 最终阿凤实力不佳 被桑坤几枪打成重伤 晕了过去 而山哥这边 成功找到金先生 并挟持着他 开车前往小柔 被关押的实验室 关于这一部分的剧情 不要太深究 就当神剧来看即可 山哥压着金先生 来到实验室 却意外发现桑坤 居然提前一步赶来 正把小柔 扛上面包车 准备离开 山哥本想用金先生 作为要挟 逼桑坤 把女儿还回来 结果桑坤 根本不给金先生面子 抬枪电射 这时 金先生手下赶来 与桑坤发生激战 杀几眼的桑坤 朝着人群 扔了一枚手雷 金先生被当场炸死 随着老大一死 他的手下们 一哄而散 现场只剩下桑坤 与山哥 至此 两人之间的决战 拉开了帷幕 他们一顿 噼里啪啦射击 打光子弹后 展开肉搏 山哥先是挨打蓄力 最后释放大招 一击毙命 送桑坤 归了西 影片最后 警察赶到现场 收拾残局 小柔没有大碍 只可惜阿凤 却因为受伤严重 死在了这里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片名 再战江湖 山基哥 陈小春的又一利索 山基哥最近两年 真的跟国产神剧 干上了 此部电影的剧情 简单到 不能再简单 简直毫无亮点 而且动作和特效一般 就是网大水平 山基哥 再这么拍下去 恐怕要成 中国烂片之王了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再见吧